Bitcoin年年下跌,創了18個月來伸低 一群憑著它,成為億萬富翁的富人 財富亦因為這樣,匯匪已滅 其中華人首富,世界最低加密貨幣交易所 幣安的上辦人,趙長鵬 身家更加縮水近九成 據CoinMarketCap的數據顯示 加密貨幣的總市值由去年11月達到近3萬億美元 到6月14日,跌至大約9750億美元 跌幅高達69,根據彭博以萬富翁指數顯示 截至星期三,趙長鵬的身家又再縮水 超過1000萬美元 而名單上排第二位 加密貨幣交易所,FTS 30歲執行長,Sandbank & Fight 它的資產由9年11月寄150億美元 跌至89億美元 由高點蒸發了超過四成